好多东西要给我们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请王医师请 慢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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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除了王医师 请大家把所有的麦克风 把它mew掉 好不好 谢谢大家 如果有发表的时候 才把那个麦克风打开 问完这问题之后 再请你把麦克风马上关掉 谢谢 对 还有吴医师一直在强调的 就是说进来以后不要 又进又出的 好 那就请王医师咯 谢谢 谢谢 谢谢陈老师 首先主持人谢谢 也谢谢吴医生的精心准备 也谢谢李老师 也谢谢所有的我们大医王 今天在礼拜天 我们共同来研讨 尖州园这个课题 那么讲之前呢 我想哪位医生 可不可以示范一下 你们做尖州园的手法 因为尖州园不是很多人都做 很多人手法呢 所以都不在做手法 不知道哪个医生做手法的人呢 可以示范一下 因为每个人的手法都不一样 有千秋 那我呢就研发了一个 这个手法 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么这个方法呢 是很安全的 而且呢特别实用 那也是我们在医院里头 经常用的方法 那么这个你们就说 看看各位大医王 可不可以跟大家哪位医生示范一下 交流交流 好不好 我想大家都很厉害啊 做手法都是很厉害的 所以大家来 有没有 哪位医生 好 那如果没有的话 这样啊 我们呢 就是 一起呢 就把我 自己这个研发的这个手法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那 这个方法呢 这个 一会儿我们做示范 我们的这个方法 一共 这课讲八个小时 但今天我们就讲四个小时 那我把理论部分压缩一下 尽快讲 好吧 那么 就是操作 我们后边呢 就详细再说一下 好吧 那么第一个呢 我们就说一下啊 历代医学家 对这个尖州研呢 他们有不同的说法 那 1972年 这个 杜布兰这个医生呢 他就认为是 华纳炎 第二个呢 是这个 1934年的 康德 这个医生呢 他就认为呢 这个 对没有一些原因的认为 他 产生了 关节功能障碍 当然不是摔伤啊 那种 骨折脱位那种 就是没有 外伤的原因 而造成不能动的 肩关节活动障碍 对这个呢 他就认为是 动结肩 他管的叫 Frozen shoulder 这Frozen shoulder 是那时候出来的 所以呢 大家了解一下 在1943年 Lieferman 他认为 所谓的 冻结肩呢 实际上就是 二头肌的 这是不对的 1951年 麦克林 这个医生呢 他就认为是 尖峰下的滑囊炎 或者是 港上机的机械 发生病变了 经常做运动 外展太多了 造成了滑囊炎 但是呢 这都是 好像摸大象一样 你摸这个鼻子 你摸这个脚 你摸尾巴 你摸 你摸下牙 这都是大象 其中的一部分 那么 就是不管什么原因啊 你说1952年 迪布兰 这个人呢 他就提出来了 二头肌的机械 和尖锈的关系 提出这个原因 还有呢 1972年 Near 他提出来是什么呢 尖峰撞击综合症 尖峰撞击引起的 这个综合症的概念 就IIS 他认为是 肌绣退化 引起的功能障碍 或者当然了 有认识思念 他是这么认为的 那么 他也写了很多书 这是一个 那 总之呢 从不同的观点来说 现在 我呢 就 把他呢 认为呢 他是一种什么呢 一 关节的病 所以我们要诊断先对 第二个 关节什么问题发生呢 功能障碍 就是功能不行了 我们要 有一个 确定的一个诊断 如果这个人 各个角度都还行 那你只摸 二头肌的肌腱 先前方 二头肌的长头肌腱 只摸这个长头肌腱 他这儿有一个疼 那你是吗 不是 比如说 你摸到了 二头的长头肌腱 你只摸到这个肌腱 这儿疼 他能说是 功能障碍 没有 他没有 你检查 没有功能障碍 他只是这儿疼 这是什么 肌腱 它不能叫做 肌腱腱 所以诊断 一定要有功能障碍 这个也非常重要 有的时候有一个 有的时候有两个 有三个 一般来讲 就是三个以上 功能障碍了 这个就是建筑员了 但有的有一个障碍 其他都没障碍 就一个障碍 那有的时候也可以算 所以根据前看 当然了 关于腾腱 那根据情况来决定 早期晚期来决定 那么 所有这些说法 你看刚才上面的名词 这么多的名词 什么改化了 发言了 是吧 撞击综合症了 都那些 这所有的 比如港上鸡 钻鸟鸡 接风鸭 这些原因 都可以造成他不活动 不活动以后 造成一个占领 但是呢 单纯的肌腱炎 那是跟建筑员 这是两回事 肌腱炎 那就外边的 就是滑脑炎 肌腱炎 肌腱炎 这是外边的 关节炎 指的是壁头肚 所以我们大家今天 上一个课 要明白 这件事 就是关节炎 和关节周围发炎 我们现在 这个名词啊 太混乱 什么叫做肌周炎 肌周炎指的是 关节周围发炎 这个词容易 所以我们要给他分开 一 肌周围怎么说 肌关节里边发炎 现在明确了吧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再说 肌关节周围这一圈 发炎 这包含了两个底液 你看古人 就说现在的 一百年底内的这些人 都是这么认为的 你看 什么汇图也 那港上基金 改化了 都是这么认为的 或是你也说的 建峰撞击 中国症 是 这些原因 只是一个 入发 如果没有产生 关节功能障碍 没有在关节里头 引起发炎 不算 这是我的认为啊 你不管 这些一百年前来 怎么说 那我们现在 就要掌握 这个关节的 一个原则 好 我们现在来看 下一个 就是 当你受伤以后 一定在三天内 来治疗 这个是我的 感觉啊 这是我的经验 就是说 如果你跟病人说啊 你要怎么说 你首先要这么说啊 你先问他 问他 你几天了 他说我昨天刚摔了 或者是我没什么感觉 通常是没有感觉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逐渐逐渐调了 一个月了 或者两个月了 有人说 二十年了 还有人说是两年了 还有人说一年 你说哪好治 三天之内 一次来了 就好了 通常三天之内 他刚刚知道 有一点不舒服 来一次就回好 你说两天才来 可能要治两次 三天再来 可能治三次 记住了啊 三天以后 就逐渐产生歇会化 就是你怎么跟病人说 我现在 跟大家分享 我怎么说 大家就这么说 他说 我已经一个月了 我现在感觉不能动 那你怎么说 那你可能得治 一段时间 可能治两个月啊 三个月啊 这么说 有人都三个月才来 对吧 你也说 可能要是三个月 甚至半年 对不对 你看他答的什么 不是说不疼就算好了 这疼不能作为标准的 功能障碍 功能活动度 这个是最关键的 诊断 不是说 我不疼了 那不疼的反键呢 我们好多气的 一共七个气 第二个说 这个七个气 所以如果这个病 一个礼拜以后来 它已经形成三年了 对吧 那个可能要治个三次 四次 不是说治一次才来 所以 大家跟 人家说清楚 你们别人一进门 大夫我要治几次 我这根部抬起来 你们多久了 一个月了 一个月 三月 你说我刚刚不舒服 我觉得酸 刚刚酸 但你什么时候开始 把他 把他趁他拉呀拐 你有做过什么 我上个礼拜 我做 我上两礼拜 我做什么东西 我现在说 那就两礼拜 我上个礼拜 做上礼拜 那就不止三天 不止三次了 那你可能要治 五次六次 七次八次 很多病人就来一次 像没有保险的 他就治一次 像这种人 我们就不要治了 你就跟他讲 治完之后 治一次 然后你不要 就行了 就不用治了 除非有保险的人 我们才帮他治 或者是他大老板 总裁之类的 但是他要有时间 我们才给他治 我做就不要治了 因为他就来一次 他已经三月了 或者两月了 他让你治一次 那怎么可能 对不对 他已经沾脸很厉害了 而且又疼 对不对 所以 治多长时间 治好 不一定 我教大家这么说 你要给他说的多一点 你不能说 我保证 一排幸福 我让你三次就好 三次就好 指的是你三天之内 发作的 你一次两次 三次就好了 通常刚刚疾病发作 或是亚疾病发作 刚刚有点体会了 感觉到算了 一次就好 没错 这是可以 但是你拖很久了 你不可能 一次就治好 所以跟病人讲 多长时间 这是非常重要 因为病人说 你说的三次就好 你三月都没过治好 谁付钱呢 你治三次我给你 剩下钱你付 他说你没过治好 对不对 所以千万不能打保票 这个是很关键的 所以我们治病的时候 不能说满了 只能说我们按程序治就完了 治多长时间 不一定 为什么 你说三个月了 他可能三个月多了 还没好呢 为什么 那有占年很厉害 半年才能好呢 我们指的严格的标准 我们下面就讲标准 什么叫好 什么叫不好 这个是 好了 这个我们就不太讲多了 我们就 看看这个图 这个图 为什么 大家看 关节静 发现什么了 这个两个关节之间 产生什么 纤维絮状物 看到 再看一张 看到 纤维絮状物 为什么 先是受伤 发炎 水肿 然后就产生液体渗出 然后时间长了 一个礼拜以后 就产生这种 你看 纤维结性组织 你看 这些 都疼哇哇的 对吧 损伤 这是手术 可以呢 你看好多纤维化 纤维化的 都在这儿粘连了 这都是纤维化的东西 这还有点骨坠 这就形成了 你看 这些东西 骨坠 长一个骨坠 但是骨坠不会引起 关节疼 这么明显 细都是 长一点 关节反 其实不是 就是这些 纤维化 刚才看前面 这些 纤维化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纤维化 这些东西 它粘连了 才造成的 这是发炎 你看 整个发炎了 骨性的 一种发炎 你看 这是用 一个 手术的方法 进去 把一些 东西 给它 清除 做清除术 这个纤维化 在这里 再做清除 把它 移走 它打仨洞 在肩膀上 打三个洞 三个洞以后 一个锡 一个照灯 一个给它切 把纤维化 给它切掉 但是 它的后面 很难切 前面都好切 前面后面 伸到后面 就比较难 所以它有打仨洞 所以把它切掉 大家一定要看好 这些图 这是一个发炎 这是一个工具 清理它 这个纤维化的东西 给它清 前缘后缘 都给它清 把每一节 都给它清掉 所以这个 就是我们前面 讲的 关节的发炎 产生的纤维化 就不是我们 刚才看的 那个 古人所讲的 那些 肌腺炎 肩周炎 肌肉发炎 不是 是关节里的发炎 所以我们当时 治 怎么治 最重点 是要治 关节 这个是 很多 我们大家 以前 都在 治肌肉的 有一些 失去了 主要目标 看 这个纤维化 他用这个 吸的 把他吸出来 好了 解剖的的话 我想大家都太熟悉了 我们就不太讲那么多了 这个 大家知道这是绘兔 我们常见的 这是绘兔 胸小肌 也起在这 胸小肌起在这 胸小肌 指在这 那个 二头肌的短头 起在这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是前面很重要 然后呢 你这一拉他 他肩后边呢 就往前跑 那看看这个是 汇突和肩锋 汇肩 啊 韧带 这个韧带呢 防止他 我们说 撞击 防止什么呢 撞击以后脱位 如果没有这 韧带长着 肩关节 一下运动过多了 或者是摔一下 肩关节向上脱位了 啊 所以这 大家了解一下就好 这是关节鱼 这是关节鱼唇 这是二头肌的几件 啊 港上肌在里头 待会我们再讲 啊 好 我们现在在这个 说之前呢 我们先说一下 这个第二关节 我们 这个 尤其是我们在 呃 下下次 我们讲这个 关节的时候呢 讲二头肌的几件 港上肌的几件 怎么治 太 通了 港上肌的几件 也挺常见的 跳舞的 打球的 打网球啊 棒球啊 像那个台湾有一个 打棒球的叫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很有名的那个 打棒球那个 哎 什么阳机队的 阳梯那个那个 那个队的那个 你见名叫什么 见名那个 哎哎 那个 就是港上肌的几件 发言了 做了两次手术 啊 原来打120 速度120 发现开了刀了 变成80 为什么 因为在港上肌件 所以我们要这么给他治呢 他就不会受伤了 他还可以接着打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怎么做 你就没法动 所以我们下下次讲港上肌的几件 那么那时候我们讲时据大补 啊 讲完时间大补 就讲港上肌件 今天呢 我们就不讲港上肌的几件 只是讲几件 因为没时间了 所以我们先讲什么呢 第二关节 跟大家做一个示范 啊 什么叫第二关节 第二关节呢 实际上 就是在 尖峰下 这个 关节 我们说余红关节 啊 这是余红关节 这个很清楚 我现在我们的图 上面有 啊 这就是一个余红关节 大关节 那么这个上面呢 监方下 和 大阶阶 中间 这个关节 他 就造作第二关节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个理论认识 记住 有什么关节 记住啊 当然了 其他什么 啊 这个小关节啊 群统关节啊 这些 这些 啊 这些小关节 帮着活动 那是另外一个 但我们现在讲的是和 肩关节 治疗 这个疼痛的 就是关的 啊 一般来讲 是这两个关节 应该是大关节 主要的异合关节 第二个 就是第二关节啊 就是肩膀下 啊 这种关节啊 给大家理解一下 那么 大家了解一下就好了啊 这是 解剖 大节节 小节节 这是节节 间高 这是小节节级 和大节节级 啊 大家了解一下 这是 这很重要 有很多的 啊 都负责在 像那个 啊 我们说的 啊 大节级 就在这儿 是吧 胸大节呢 就负责在 大节级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了解啊 啊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黄耳朵肌腱 这是刚才那个图 黄耳朵的肌腱肌腱 那么黄耳朵肌腱肌腱 里边有 什么呢 这是翘膜 这是关节 内 这是翘内 有两个部分 它成一个直角 当你举手的时候 抬手的时候呢 它 一往起一抬 它呢 就伸进去了 这个上下 移动的 有四个 厘米 啊 上下 你抬手的时候呢 放下来 这么抬的时候呢 它可以有四个厘米的伸索 移动 啊 这个是 大家要了解的 啊 所以说 古人呢 啊 他们就把这儿 发言 认为 他是建筑研 这就不对 啊 所以建筑研是建筑研 那是关节 你刚才看那个图了吧 歇兵化石的关节腔里头 在这里头 而不是 外边的那个基建 但你有可能说啊 先引起基建炎 让你不动动啊 疼了 然后关节 哎 又逐渐的发言 这个 或是两个一起发言 但是 这个疼 外的疼 你都不知道 但是也有伸出 逐渐疼 这有可能 但是呢 不是单纯的外边的基建炎 就说成 他是建筑研 因为他有功能 活动 首先 去不了 被动的还是可以去 你主动不行 你被动的还是可以上 这个是基建 二统基的基建 不是建筑研 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因为他有这么个 直角存在 所以他这有一个卡压 任带上有一个卡压 所以呢 当我们 啊 关节 啊 的结构 是怎么样的呢 他有个滑囊 尖锋下 他也有滑囊 啊 尖锋 尖锋下滑囊 滑囊下边 才是一个基建 啊 大家 要了解 这个情况 啊 看 这正在 看到没有 这是滑囊 尖锋下滑囊 你看 这是个尖锋 尖锋下的一个滑囊 滑囊下边 才是港上基的一个基建 那这个就是什么呢 这是二头基的基建 二头基的基建 有一什么 横人带 大家看啊 这个横人带 他把二头基的基建 箭鞘 这是基建 这是箭鞘 如果肿的时候 发炎的时候 就受伤 一抬一抬一抬 一拉一行 或者取重啊 什么啊 等等 他就引起了 关节 囊整个的这个 发炎 水肿 同时 二头基建的 箭鞘也发炎 所以 伸缩不力 就是举不了 啊 举疼 为什么疼 也是60度 到120度 之间疼 为什么 卡住了 这卡住了 哪卡住了 横人带 哎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 啊 原意 所以 我们呢 以后再讲 二头基的基建 怎么治 啊 这很简单 跟 港上基的基建 一样的治法 很容易 啊 好 好 我们再说说 啊 这个 这个刚才看的 会 突 肩锋 会肩 人带 这会肩 人带呢 就是防止 肩关节 刚才讲过啊 向上拖位 所以才有一个 会肩 人带 啊 好 我们再看看啊 港上基 港上基呢 实际上呢 就在起在 港上窝 以后我们再看详细图 那么 指在呢 鸿骨的大节节上部 啊 肩膀上部 啊 这个是 待会再说一下 这是 起在这个 港上窝 起在这 指在呢 鸿骨大节节的上部 啊 上 上面一点 在这 指在这 啊 这个是港上基的 起点 港上基的 指点 啊 他 首先在上面指 啊 如果你按压的时候呢 他疼 这个是什么 港上基 疼 啊 这个是不一样的啊 大家要了解一下 他是由肩甲上神经支配的 啊 那么 肩膀下滑囊呢 在哪 就刚才看了 蓝蓝的这个 肩膀下的滑囊 这就是 港上基 的上层 啊 就是 肩膀下的滑囊 他的上方 就是 我们说 肩膀 为什么 因为 这个滑囊 在这里 就 让他 港上基 下边的港上基啊 在你台阶的时候 没有产生摩擦 保护 港上基 哎 哎 是这么个作用 所以 我们说 港上基啊 他的上方的这滑囊啊 肩膀下滑囊也叫肩膀下滑囊 他 他 就是起到一个减压作用 起到一个 关节液囊的作用 减震的作用 防止摩擦 这样啊 什么建民那个 哎 他就打球啊 打什么 这个 哎 打那个 这个 叫什么球啊 那个 什么球 那个 哎 那个就打了好了 为什么 他不会摩擦 发言 是不是 所以你要没有这个 港上基 尖峰下边 这个滑囊 给他 垫着他 啊 没有让他防止他摩擦 很快就坏了 快就坏了 一旦发言了以后 啊 尖峰下的滑囊 成什么 这么 红组 你摸起来很烫 那个呢 是 尖峰下的 发言 啊 基本 港上基的基建 发言了 他不烫 啊 他没有烫 凡是烫 你摸起来很热 这就是发言 啊 滑囊发言 啊 这里不是 啊 所以那是尖峰下的滑囊发言 所以大家要了解这个啊 这就是港上基 哎 切开以后 你看呢 这是港上基 这是肩甲上身这个 啊 这个是呢 我们说提肩甲基在这 所以 肩部的 治疗 啊 我们顺便说一下啊 不能随便在肩上按摩 揉和止压 尤其是止压 为什么 非常重要 为什么说 安全起见 我们做 这个手法 要安全 因为你垂直下岸 这个什么神经 肩甲上身经 肩甲上身经 是什么 是必从神经 前面这个分支 你压他 整个上支 瘫痪了 非常重要 我就看经常有人在推拿 做推拿 这个这个 啊 怎么推拿啊 别人躺着啊 头在我这 就这么推 拿拿这个 别人退拿 躺着 催拿 我看这视频里经常这样 推拿 使劲按着肩膀 或者坐着 坐着使劲按 按什么 按他肩膀使劲 使劲 使劲用力 这很危险 对吧 所以我们要改改方法了 啊 以后呢 跟大家说 怎么治软组织 今天我们主要说 治软织 啊 为什么 原因 就是因为 这儿有一个神经 肩甲上身经 啊 这是非常重要的 啊 所以他会造成 瘫痪 上肢麻痹 啊 上肢无力 啊 所以大家千万 不要做错 啊 每一天都有按坏 神经损伤 我们几乎每天都 不是妖怪啊 就是什么各不坏了 当然除了 肩膀盘肤租以外 啊 这个经常发现 神经损伤 但有一些人 就是按坏的 以前旧心山这边 有一个爹打的 他们就 这个 啊 按完之后 用很大力 一个老年人 按完之后 说瘫了 你使劲按哪 按肩了 你使劲按呢 按背了 按了肩了 手瘫了 按了腰了 腿瘫了 最后送到 UCSF 急症也没用啊 也得靠时间恢复啊 对吧 所以 那是非常危险 我们要做的是 安全的治疗 啊 这是一个 啊 以后再说了 我们下次再讲 啊 这个呢 是港上鸡 肌肉 到了末端呢 这是港上鸡的 激进 尤其是在 靠近 红武大阶线这边 一公分 你看没有 这叫缺血 缺 没有血 当你经常做外展 实际外展的时候 什么 举动啊 或者打球啊 打球 什么网球啊 对吧 这些球 老打的时候呢 这港上鸡的老磨损 磨损以后呢 港上鸡的发炎 缺血 就容易撕裂 啊 还有呢 拉行李啊 像背手去拉行李 这都容易把它拉断 还有我们做手法的时候 也容易把它拉断 啊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 哪断 就是你做推拿手法的时候 哪个最容易出问题 就是港上鸡 这么多肌肉 只有港上鸡会断 其他的做手法的时候 不太容易 做手法做坏了 只有港上鸡的肌肉 你才容易把它拉断 啊 因为怎么做拉断呢 背手 啊 使用去背手 就拉断 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啊 所以我们教大家怎么做 啊 这会儿教大家再看怎么做 啊 这是三角鸡的肌肉啊 港上鸡肉啊 对小圆鸡啊 大圆鸡啊 港下鸡啊 大家知道了解一下 好奇天下鸡在这 这是零行鸡 后边有个一块 背阔鸡切断了 背阔鸡啊 那就了解一下 就行了 哎 这就刚才那个 关节 啊 这是第二关节 第二关节最容易产生 撞击 就是 当你肩膀往上抬 的时候 一抬的时候呢 港上鸡的肌腱啊 就产生一个撞击 你看 当你抬肩膀的时候 你抬肩膀 啊 这红骨头 就和上面的港上鸡的肌腱啊 还有肩峰狭小的空间 产生了一个撞击 撞哪了 撞谁了 撞在了港上鸡的肌腱 所以港上鸡的肌腱特别熔断 所以 接着说你在治疗这个肩膀炎之前 你首先要看他有没有换 哎 说大夫 哎 我的手抬不起来了 哦 你抬不起来 肩膀炎了 你怎么知道 肩膀炎 你现在有个老太太 我说 好 我给你检查一下吧 你说我抬不起来 我给他说 抬不起来 我给你检查 你检查以后 哎 我是你 完全乱 你敢做手术 他就看一期 检说那你开刀 他说我年龄大了 我不敢开 确实年龄很大了 二十多岁了 不敢开 不敢开 那你不敢开 完全断了 你就不行了 因为他一断开 至少两三公分 有四公分缩了 他从这儿缩进去了 你不开 你不敢拉出来 不给他硬出去 那怎么成了 他还是动不了 所以怎么办呢 是吧 所以 他就不开 不开就来治 治我们指上止痛 治几次后止痛 痛了不痛了 但是他就不想开 拭开 你全断的话 你不开 你外展做不了 你前面可以 后身可以 那你外展 拉不起来 你前面可以 用别的代价器 所以你外展就起不来了 用三脚机 可以起了一部分 但是呢 不能完全起来 所以你不开 是绝对不行的 所以呢 这个 这是感伤机的 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大家 诊断要注意 以后我们就来讲诊断 先把两个东方之内 我们先把诊断搞清楚 这接风下撞击 这产生港上机的激进 说了 OK 首先我们再说说压疼点 压疼点呢 大家一定要诊断清楚 有好多压疼点 你怎么检查呢 你检查监测炎 你到底是激进炎 还是监测炎 首先一 公共检查 公共活动检查 第二 看看压疼点在哪里 是哪一个造成的 就这么多 看看 好 我们就来顺序做一下 这么多东西 我们来顺序说一下 你看这儿 胸肘关节 看这儿疼 他没疼 OK 再往前走 再往前走 这是胸肘关节 到了锁骨了 然后再往前走 到了 汇突了 这底下是汇突 看这儿有没有疼 明白吗 这二头肌的短头起点 或者胸小肌的 这儿的止点 看这儿有没有疼 如果有疼 把这儿处理得好 就行了 处理好以后 你再治 我们说的 肩周关节也行 或者是你直接 去关节 这个 看一看情况 好 这个是二头肌的 二头肌的 起点的地方 这个二头肌 长头 短头 还有活骨小肌肌 往下 活骨小肌肌 这是大肌肌 这是小肌肌肌 和大肌肌 之间的一个节肌肌肌 汇突的 这儿 这活骨小肌肌 那节肌肌肌 从这个 这个小肌肌 往外一点 就是节肌肌肌 有抦疼 节肌肌肌肌肌肌 它是什么 二头肌 长头 刚才呢 这些呢 像惠图这个呢 这是什么 就是 二头肌 这两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看结结构 结结构靠下 往下拉 从这上面往下拉 这条都疼的话 说明二头肌的肌腱 又发炎了 然后再往后找 看看大姐姐 如果是港上肌的疼痛 港上肌的 这是十点 这是起点 其实港上股 只在大姐姐的 屋头的上方 这是大姐姐的 屋头上方 这是大姐姐 这是小姐姐 大姐姐 肩锁关节 然后呢 肩锋下脚 肩锋下脚 这个就是典型的 港上肌的 指点 港上肌的指点 港上窝 只在 肩锋下 肩锋下的 这是红骨头的 最上方 他的前方 就是大姐姐 在我那侧 就是小姐姐 中间就是 肩锋监构 这是肩锋 对我们看的 肩锋 为什么说要 刚才检查 这个 肩锋下的 肩锋下脚 当你检查 有没有 港上肌 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 见别的时候 就是你治 建筑炎之前 你压一下 他到底没成 第二个 待会我们 讲一下 做个实验 看看 是不是 港上肌的 肩锋下 他一有一个凹陷 记住啊 这个诀窍 我告诉大家 一个诀窍 你摸到 这港上肌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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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下 这个地方 他一个凹 因为他断了 没有连着 他没有鼓起来 他扁了 反正有扁了 他首先 他抬不起来 就是一个主诉 第二个 你让待会做检查 然后 最后 检查压成点 检查压成点的时候 你摸他有凹陷 这 多半人断掉 完全断 一点抬不起来 如果他连着一点 他还能抬 一点都抬不起来 你做 几个实验 实验的时候呢 他一点抬不起来 你再摸 他一定有一个凹陷 就在这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几个点 我刚才讲了 什么段 就是港上肌的肌腱 这前面刚才讲了 这是肌肉 到了外部 这一段 尤其是一个公分的地方 他是缺血区 缺血区老用 就断了 对吧 所以你不检查 他有没有断 你就当着肩周炎治 完蛋了 一定顾着 为什么 你治了多少次 可以抬起来 为什么 他不是肩周炎的问题 他是港上肌 断裂的问题 所以呢 一定要注意 诊断清楚以后 再下手 你没有给他诊断 到底是不是断了 别准 我们先诊断 诊断好了以后再说 好吧 那时候跟大家说怎么做 监控下 这是很典型的 压疼点 港上肌腺 发炎以后 他有压疼 断裂以后 他有凹陷 就在这里 所以大家一定要 诊断清楚 这是考上了 下面疼 上面看有没有疼 他一定都有疼 发炎以后 他一定都有疼 你就反复在耳末 如果痘有疼 说明他有发炎 没有凹陷的话 只是发炎 当然还做几个别的检查 这是第一个检查方法 最容易 就比如说功能检查 然后再加上 这个牙疼检检查 这都要诊断清楚 好 这些 你看这个也是 这个是呢 尖峰脚的下方 尖峰脚的下方 这都是港上肌的基建 然后呢 这是港下肌建 就是港下肌肉 这是港上肌 这是港下肌 通常这个不会断 这是发炎疼痛而已 但昨天来那个病人 就是这疼很厉害 这个发炎很厉害 为什么 他自己做一动 做太多了 有热腹 所以把这种发炎 这很常见 但这是安全的 他不会锻炼 那这是港上肌 港下肌的 这个很贵 都可以摸 看到 港下肌肉 这些都是港下肌的 这都是 这个肩甲内侧员了 肩甲内侧员 那摸一下 心情摸 这有的人造成了 因为什么 关节里头不能用 它产生什么 产生肩胛骨 周围各个 关节周围的各一个 肌肉组织啊 或者前面肌腱 前拉 所以造成了疼痛 但原因在这儿 关节呢 这是 此度的前拉 你想 不能用关节 那用哪儿 用肉来代肠 就把这儿都搞坏了 比如拉东西 抬东西 是吧 举重啊 你不能用关节 枪 它转不了了 关节它不能用了 它能哪儿用力啊 背 用背用力 就把这儿拉伤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很多原因 所以你要检查到底哪儿 它们 肩脚下脚了 看看肩脚内侧原了 这些都要问你 摸一摸 摸一摸 好 这些 这是肩脚外侧原 摸一摸 内侧原 外侧原 都摸一摸 看看到底是哪一个 看 这是肩胛骨的外侧原 这是肩胛骨外侧原 一个是前面看 一个后面看 看看到底是哪一个地方 但是肩胛骨的内侧原 就比较危险 不要随便按一摸 不能按 按完就摊了 所以外侧原没关系 这是呢 我们说的余下节节 在这儿 余下节节 从这儿摸 我看了摸下来 到底在哪 余下节节三头级的 三头级的长头 在这儿 好 这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 好 那么 我们说 这些检查 这些检查 当你轻轻把病人 抬起来的时候 他这感觉很疼 一点动不了 这个要小心 首先你问他有没有摔 如果他说没摔 那你就 有可能不是骨折 但也不一定 有老人那很脆弱 骨折书 那很脆弱 所以就一开始 轻轻外展一点 就是 这个手 轻轻往外抬一点 他就疼 要注意了 一 可能是颗位 第二 可能是骨折 一定要照相 你没照相 别给你治 这个是诊断 一定要搞清楚 非常重要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先周炎呢 有的人是外展 你开始一抬 他就开始疼 你这上 周炎 你这老 这油 可能是外展 为了 关节三连 他因为有六个位置 哪个都检查 如果是外展 外界疼 你一开始都疼 上得最高 就上不去了 这有可能是 监督员 他知道了解一下 另外呢 开始 监督员 抬的时候 他不疼 越接近 九十度的时候 他越疼了 这个呢 就是 关节 他线维化到达 他极限的时候 他开始疼 这也有可能 是监督员 就是他可以抬 但是他可以抬 就说明他没断 杠当机的极限没断 但是呢 他抬到一个角度 比如说八十度 比如说七十度 不能动了 这个时候 进去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治他了 如果他一点不能动 他一来 根本就不能动 手呢 就是贴在这儿 他不要 这个呢 你要小心了 要先检查 是不是杠当机的断链 若是断链 别去宋军 去开刀 或者说 我认为他断了 先跟别人讲 家属说 或跟别人说 你断了 我先把你消炎一下 消炎盐 指头 然后呢 你去开刀 当天你别跟他治 但你要给他说清楚 你去断了 这样的话呢 如果 你跟他讲 丑话 先说在前面 这样的话 已经没有责任了 如果你没检查出来 你就给他治了 他说 你把枪弄断 听懂了吗 所以 监管界 最重要的一个 危险的地方 陷阱 就是 杠上机的断链 二桌机的断链 比较少 也有 我们也见过 但是很少 都是举重举的 举重非常严重 全断 或者全断 但是呢 不像港上机的基建 所以大家要 了解 他会断 部分断 你要小心的治疗 如果二头机的基建 什么动作不能做 后身和内旋 这两个问题 为什么 你不在保护情况下 你做 他容易全断 二头机的基建 所以要注意 像尖州沿 港上机 基建 他有部分断 什么动作不能做 港上机的部分断裂 你在做尖州沿的时候 内旋 不能做 记住 他有禁忌的 他有好多方法 你要保护情况下 做一点点 但是 他已经部分断了 你一做多了 他就全断了 或者是他本来没断 你做多了 他就全断 哪个全断 港上机 但是你在治疗的时候 二头机不会全断 只有港上机 才会全断 所以今天我们 讲的是安全治疗的方法 所以 我们不说这危险性了 现在全世界都在那儿 尖州沿市就在治 很危险 我看着很多人在那儿做 我都心甘胆颤 你知道吗 我都害怕 我都不敢看 你知道吗 你知道多了 你就害怕 你不知道 出手牛都不怕 你还是 多吓人啊 所以我们当初 年轻的时候 哇 这个方法 你看到 这个方法 那个方法 你看到像我刚才看 跟大家看那个 多危险的这些方法 这是我们书上写的 教科书 现在教的方法 你说危险不危险 还有我们老师 这我们老师的教的方法 牛首山 北京中医院 我的老师的老师 总职业 宫廷派 这是我们宫廷派 这个清朝的宫廷派的 传下来的 你看多危险 你看这个方法 使劲 浪 疼的病人能受到吗 对不对 根本受不了 我现在把它全部改了 就是这些方法 那些方法 我现在用我的方法 我希望我把我的方法 跟大家分享 安全 一 病人能接受 二 安全 这是最重要 病人治完之后不会坏 你放心 你也可以吃得饱睡得着 这个是最关键 不然你那么重 别人打电话 大夫 我怎么那么疼 大夫 我怎么抬不起来了 我大夫 我怎么知道疼呢 不舒服 你检查坏 算了 对不对 那不危险 所以 太害怕 见一个病人 只要病人一走进来 你就先给他检查 别忙着治 你说今天我会治到太棒了 打电话 来 我绝对 打保肖 给你治好 是啊 所以大家要小心 还有呢 大家 什么是接风下 和三角肌的滑囊炎 首先 三角肌的滑囊炎 它这滑囊炎 它一定有热 这是一个 它在外展过程中 它有疼 但是局很高的时候呢 它反而不疼 这个是滑囊炎 三角肌下滑囊炎 这诊断啊 这就是一些诊断 大家了解一下 好 那么 还有外展一个 叫什么 港上基的基建炎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 它是基建炎的一个方法 就是在60度 到120度的时候 这个角度 就在这 60度 到这120度 这有重重弧 这个一个 无度之内 它有疼 这个就是 港上基的基建 点心的发言 还没断 它要断了 它就跑起来了 一会我们看 什么叫断 怎么检查它断 这个很关键 好 如果 从外展 到高举 整个过程都疼 这也可能是建筑院 都能举 它记住 它是能举的 它整个过程都疼 但是呢 它举高 正是 它有限制 这个是建筑院 要小心 如果 在做任何动作的时候 它小心 突然有个疼 说明它 骨子断了 突然 比如说锁骨骨折 它摔倒了 它有外伤死之一 第二个 锁骨折 它有错位 开始没错位的人 它举的 特别小心 疼了 它举不了 它撞手机 它还没错位 它是一个裂缝而已 这可能是 骨折 手机上有外伤 锁骨骨折 没外伤 它不会骨折 所以锁骨骨这个锻炼 我们见了很多 所以这个要小心 要拍片 那么肩关节检查呢 我们主要是 常用的 就是前驱 外展 外旋 外旋 还有内旋 背手 这是我们常见的 检查的范围 但是最重要的 应该是检查六个动作 不是刚才前四个 怎么检查呢 前驱 这个动作 还有内收 还有外展 还有后伸 向后伸 还有内旋 背手 还有外旋 这几个动作 我们都要检查 检查好了以后 你要登记在案 为什么 你现在的角度 检查 和你以后治疗的角度 要做对比 比如说 大夫我这么还不好 那你给 你原来角度 比如说 外展 三十度 我现在给你到四十五度了 现在好啊 好了四五度了 那如果你没给他测 那你讲什么 你说你一边好 你怎么知道他好 你说你来自这么 那你有激怒 他就服气了 所以必须激怒在案 每一次的时候呢 你都要跟他讲 我们进步了多少了 进步了五度了 进步十度了 他也说 要跟别人说一说 这样的话 他就比较高兴 别人就愿意来 知道你是在治他 这样的话呢 别人就比较放心 他能理解 那么 这个呢 前驱 我们手 心 出现 拇指出上 前驱就 到了 很高的时候 正常我们说 他是一百八度 前驱呢 前驱就有 然后 前驱上居 上面的手 手心的是出现的 手心是出现的 大家了解一下 这是一个 外展呢 正常情况下 手心向下 外展之后 手心是出现的 逐渐上台 上台 到九十度的时候呢 手心还是出现 然后再往高举的时候呢 他是手心出外的 看到 手掌呢 是出外的 这是 他的一个角度 大家了解 就是他这个检查的 温度的方法 大家来看 这前驱 你看 功能收下 到这才抬不起来了 顺便什么 顺便尖州 发炎了 你看他 测一下角度 这角度多少 看他角度多少 正常九十度 九十度加二十三度 对吧 差不多一百二十度左右吧 是不是 所以他就 勉强上去 这是代场的 你看没有完全上去 外展 外展九十度 属性中下 外展高举 你看没有 是你都倾斜了 为什么 建筑也 为什么 功能 多少 差多少 正常你看 你画一个 画一个九十度的条线 你看这是多少度 对吧 这差不多三十度 九十度减三十度 六十度 对吧 这是九十度 再加上三十度 我们说他有一百五十度 左右 所以 这个呢 就是一个外展位 写在你的笔记上 病例上 还有呢 内悬位的外悬 内收位的外悬 和外展位的外悬 像这个呢 有两个方法 大家可以查 第一个 内 就是内收位 怎么样呢 怎么做呢 就这样 内收位 就这样 从这开始 重复固定 往外 往外做 做外的 外悬 做外悬 内收位的外悬 做这个动作 做这个动作呢 你画起来 你看他能到多少 往外 你看 在往外 他不行了 你看 他从内收位到这 他等于是没有 没有任何的外悬 外悬不行 肩关节外悬 你看 就这样画一条线吧 那可能 才有两度 对吧 所以他肩关节 不能 外悬 外展 还有一个动作呢 在外展位下 先曲曲 曲轴组织度 然后呢 做 向后 外悬 做这个 先曲曲 曲曲完了以后呢 前曲完了以后 再做 向后 做一个外悬 这也是外悬 就外悬有两种 一种是内收位下的 内收位下的 外悬 我通常就做这个 第二个呢 就是 外展位下的 外悬 这叫什么 招财包 对不对 大家招财猫 招财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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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动作 招财猫 就是内训 外训 这是外学位 招财猫是外训 大家了解一下 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挺多 为什么 很多人 这个动作 做不了 为什么 他没办法 梳头 梳头 做不了的 这是招财猫 卫 叫外悬 卫 不行 了解一下 知道一下 好 内悬 内悬 就是什么呢 内悬 就是背手 他的背手挺好的 其他不行 他背手倒挺好的 我们内悬 位的时候 内悬 位的时候 就用指头尖 来测 他到底是 在第几个 体图 以这个方法来量 就是说 你能够到 第几体图 然后就写在 病例上 他能够到 第几体图 这是正常的 有人呢 根本就上不去 有人只能在腰 他手呢 最多够到腰 比如说腰一一二 或者有人只能 扣了腰三 有人连边上不去 底部都上不来 所以不一样 你看他倒挺好 其他不行 这个行 所以说 每人的情况不一样 内悬位都挺好 所以说 尖州研的方法 不一定说 每一个都是 有问题的 关键角度 你有一个两个 他也算 三个那就成立了 绝对是了 所以 另外摸背实验 摸背 这个 Scrash test 这个 Apply Scrash test 就是这样 你看 是粗略的计算 从上面往后背 往后背以后呢 看看他 到底呢 能够摸到地底度 这个是粗略的计算 也是外悬位 刚才那是外悬 这也是外悬 这是内悬 这是一样 你看到 这是内悬 背手就是内悬了 这也是一样 造成 他有没有 让他 Scrash test 这是内悬 这是外悬 一个是内悬 一个外悬 所以大家了解一下就好了 所以呢 这是粗略的 我通常都不用这个方法 我用前面这个方法 这个也可以用 用这个 这个检查 到底多少度 测这个角度 这是我最常用 好了 内悬 那也是 这不太用 好 这个是 大家要了解的 什么呢 尖锈的基地的检查 尖锈基地呢 有这么 尖锈四块 港上 港下 小圆 和尖甲下 这个是 包裹在 骨骨头 周围的四块 它就悬掉起来 是靠这四块 就悬掉了 港上 管子外展了 港下 和小圆 就是外旋的 那么 肩甲下 就是内旋的 这几个 大家要了解 就是我们刚才看的 招财猫 这外旋 是谁呀 是港下 鸡和小圆 它的作用 港上 鸡是什么 就是 外 外展 起这个作用 肩甲下 鸡呢 就是管内旋 哪那么厚 这个是 主要的 这四块 悬掉肌肉的 作用 这个是 大家看 这是 港下 地了 港下地了 这是 港下地 这是 小圆巾 在这里 这是大圆巾 在这里 是它 它就包住了 它的红骨头 它是内旋 好 我们现在就说说 港上鸡的 鸡舰 你怎么知道 它的断 咱们检查这个 就是 病人一进 我 是